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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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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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向 他的母公司Viva被博通收购之后 在开源上的动作有所收减 我们又提前做了一些动作 但是这个事情可能对我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好的机会 但是对原有的生态和社区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可能我们近期也联合原先的社区的开发者和生态合作伙伴 在考虑怎么将这个项目摆脱原有的单一的厂商 所控制的这种局面 比如说捐赠给阿伯奇转移基金会 是我们比较理想的目标 我们正在讨论 所以说 在这个 我就接下来正式进入我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怎么去启动一个开源项目 可能我之前过往的经历 都是一个项目 可能运行一到两年 比如它在阿伯奇转移基金会已经孵化成功之后 或者有一些 底子基础之后 我再去参与 但是呢最前期的 包括内部的决策 这一系列的最初始的这些操作呢 我之前是没有参与的 正好呢借此机会呢 我也把我过往的经历做了一个梳理 就是说你在一个项目正式开源之前 要做哪些动作 这我给大家列的我的经验就是说 在你真正开始采取动作之前 要多问一些为什么 多想 多问 然后呢再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很仓促的开始 虽然短期看上去是非常快的 但后面呢 尤其是公司开源的项目 这个老板一句话 整个所有的动作 基本上就全部毁掉 所以说你的整个初始阶段 不要追求太快的去落地 而是要考虑清楚 尤其是和公司的角色层 利益相关者 讨论清楚我们要决定 是不是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说要多问问题 多挖根 多去寻求一些本质上的东西 我这列了一些问题 当初也是我和这个公司的角色层 一块去讨论的 就说你们怎么去认为这个开源 老板可能他之前 虽然是工程师的身份 也对开源熟悉 参与过一些阿帕杰特项目 但他对开源的理解可能 就放到gethub上 对吧 大家去贡献就可以了 但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那个开源之后 对我们的商业有什么影响 尤其是做开源商业化的 一些团队和公司 我觉得这个要想清楚 你的技术如果开源之后 因为比如说我们采用 宽容的appache license 别人这个竞争对手 可以拿去直接打包去售卖 对吧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有兄弟团队啊 拿我们的这个开源的项目 去做客户的POC 对吧 所以说这个你怎么 对我们的商业 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想期望获得 什么样的一个收益 是人才 对吧 是市场这个线索 还是你的品牌 等等这一些 之前在之前的分享上 我也提到过 就是说开源这个东西 如果你做好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增益的一个事情 如果做不好 烂尾 可能对你的整个公司的品牌 是一个负资产 比如说我们 尤其是一些大公司 是吧 KPI驱动的一个项目 在比如说进入 阿派奇基金会之后 孵化整个项目 搞得热火朝天的 最后没有这个结束 没有推进下去 大家因为各种工作 对吧 方向变了 业务先变了 没有人去管 成为一个伟大不掉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考虑 考虑要考虑清楚 搞不好就是一个负资产 对 然后呢 我们有没有必要开源 我们内部项目 也需要反问一下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做的贡献 贡献回你的上游 对吧 我觉得这需要去考虑 而不是说 因为我们必须要有开源 所以说把一个东西 硬生生的搞出一个开源出来 去彰显我们自己的技术实力 我感觉这也没必要 所以说我整个这里聊的就是说 我们确实没办法 往上游去回馈贡献 那只能自己拉一个分支出来 去做的这样一个背景 或者是你原生原创的一种解决方案 或者产品 OK 那我们也需要去反问一下自己 我们整个项目给开发者 给用户带了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是不是真的有价值 多问自己几遍 有时候老板或者是开发者觉得 这个项目肯定是有价值的 但对用户来说真的有价值吗 我有没有可替代的选项 对吧 已经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那你带来的 那个差异化的价值是什么 对吧 很多东西啊 在这些灵魂考问之前 很多东西 原先坚定的东西 都会变得很脆弱 对 那你要不要继续搞开源 对吧 然后我们的项目 整个定位是什么样的 对吧 然后我们有没有精力 或者户备的这个精力去 照顾这个开源 去持续推动 那比如时间 对吧 你的high count 团队的规模 对吧 还有预算 比如说老板说 你搞个小视频 写篇文章 它不占用时间吗 很花时间 对吧 所有的动作 包括代码的维护啊 什么样的 各种动作 都是需要时间 背后都是在成本 成本在支撑的 那你对整个开源项目的 一个期待是什么样的 就还是说 我们整个开源 对我们 尤其对商业化公司来说 对这个业务的一个影响 是什么样的 要把这些考虑清楚 然后呢 很多老板觉得这个开源 是一记零要 一开就零 实际上也不是这样的 那个GitHub上 几千万一个 几千万可能没有 大量的项目 大多成为这种数字IIG 或者藏在角落里面 无人关心 我觉得也需要 提前和老板啊 要把这个预期降低 并不是说我们一开就零 我们也有可能成为 很多项目中的 几万分之一 不 并不会成为爆款 成为爆款的只是少数 阿巴奇 包括CNCF 那么多项目 几百个 但也是那么多仓库中的 才那个 临选出来的那一些 所以说这个竞争 还是比较残酷的 然后我们想要这个项目 成为这个全球化的项目呢 还是说针对特定地区的 就考虑到 比如说很多业务 在国内的公司 考虑到会有出来的需求 对吧 那你可能就像Tyson 他们昨天有讨论到 说这个文档的语言啊 交流的一个语言啊 恢复的习惯等等 这些操作都有关系的 这些你开始的目标设想 都对你后来的动作 是有影响的 所以说 这里还有很多问题啊 我觉得都需要和老板面对面 经过长时间的一个沟通 我们再去做决定 要不然这个开始 满脑子很发热 对吧 现在开源很热 一股脑扎进去 但后面感觉 好像短时间没有拿到我想要的东西 对吧 老板一句话 把这个团队取消 对吧 很多这样的东西 那你后面的 我们快速开始 落地的这些东西都化于灰烬 都没有 都白费 这个都白费了 所以说 要做之前呢 先想 想得慢 但我们 你只要你决定之后 你后面的 比如说你的资源支持都到位了 其实是 反而是一种快的一种行为和操作 OK 那如果大家想得清楚 就是这个 发呼心 不管是你为了for fun 还是for business 的一个角度去考虑的话 我们已经决定去做开源 决定开源自己的一个内部项目 那接下来怎么做 有一些关键的动作 我列了几个方向 这可以成为一些标准化的动作 像这个基本元素的一些设置 合规性 安全 这个基础设施的设置 代码等等一些 像这个技术设置 像这个项目的名字 这起名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 对吧 为什么我们的项目叫Colid Berry 我们就是对标Green Plum 都是一种水果 对吧 然后呢 这个项目的市场定位 要考虑清楚 我们要做成什么样子 要想清楚 我们的项目的slogan 项目的logo 还有吉祥物 对吧 吉祥物设计 比如开源社 有一个是八爪鱼 还是什么 很可爱的小动物 容易增加大家的 这种互动感和亲切感 包括品牌的指南 对吧 其实大家很多 很少注意这一块 我作为这个市场运营出身的 我觉得这些很基本的东西 大家要特别规范起来 包括你官方的字体 对吧 有时候大家为了字体的好看 这个设计在设计的时候 用一些收费的字体 没有获得商业使用的许可 而且是盗版下载的字体 这可能对你 一般人看不出来 但是如果对方 这个法屋过来 给你发邮件 可能你就需要付费了 对吧 这些都需要 可以选择一些开源商用的字体 要注意 如果你将项目放在gethub上 有很多文件 要仔细准备好 像你的readme 你的roadmap 你的社区行为指南 你的贡献指南 你的贡献指南 你的治理方式 都需要将它 将它们以文档的形式 很清晰的列出来 因为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有很多 大家做了很多工作 做一些模板化的东西 但是呢 要结合你自己的项目去做一些修改 OK 这是一些基础的一个元素的设置 第二个呢 就是合规性 我感觉这个 这块可能是目前 尤其近阿法奇的项目 可能会在这块花的精力比较多 其他的公司自主开源的一项目 在这块我感觉 透露的精力没有那么多 比如说 license 怎么样选你的license 现在大家呢 可能会选什么 尤其是这块也是和你的商业策略有关系的 其实很多开源项目 比如说开源之后 我不想让其他的人 白的拿去做商业化的这种服务 尤其是以SaaS形式的呈现 你可以选择这种 ADPL 对吧 其实现在这个 你说我不怕竞争 对吧 你可以拿去也可以去做商卖 等等这一些呢 可以选择阿法奇的license 对吧 比如说我就是很原生的 这种开源爱好者 我不是做商业化 我只是作为一个小的一个组件 开放出来 你可以选择GPL等等这些 我感觉这个license 其实我之前啊 读过一部分 但没有读过原本的这种 这个英文版的这个 这个license 总觉得很冗杂很繁长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只要花上一下午 仔细读一读 看一看它的解释 可能它说 和你之前接受的二手的消息 或者是好几道手的这种解读 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对吧 去读原本 我觉得是认清这个license 它发挥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 你的copyright 你的等等这些东西 对吧 要去写清楚 包括你的这个贡献者协议 对吧 如果你放在Ghub上 都有相关的机器人 对吧 你可以设置有相关的模板 尤其是呢 你要去梳理清楚第三方的一些库 或者是依赖 但其实我们有时候不太注意 比如说你选择Apaq之后 Apaq的license之后 如果再选用GPL的协议 可能会导致整个项目 对吧 遭到感染 你必须使用GPL 对吧 它两个协议不兼容 需要把这些第三方库和组件 你引用的外部的这些依赖 要列清楚 哪些是我们可以继续 留在这的 哪些是可以去除的 需要替换的 都需要列清楚这一块 包括你的商标和logo的注册 需要告诉你的行政人员 或者是你的法务团队 帮忙去注册 我觉得这块 需要和自己的公司的法务 多去沟通交流一下 有时候可能 大家法务团队也并不是专业的 有时候也是需要我们自己 去亲自研读 多找找一些案例 大家做一个互动和沟通交流 其实他们有些法务 我接触的 比如说他们可能做知识产权方面的 但是对开源协议的 但是并不是很熟悉 也是边学边卖的这种感觉 然后就是安全方面 像安全的策略 你怎么去处理你的漏洞 其实这块可能日常我们会很少遇到 但是这是一个标准的流程 大家需要把它梳理清楚 包括代码的扫描 有时候如果你做一些偏政府 或者是金融方向的 它会要求你 这个有没有漏洞扫描的报告 可能会使用一些 采买的第三方工具服务 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其实如果你将项目放到 GitHub 上之后 有这样免费的漏洞 这个机器人 比如说它会能检测到 但这个呢可能 这个效果不会那么好一点 OK 第四个就是这个基础设施构建这块 这可能 这块也是需要好好选型的一个方向 像比如说代码 这个通管平台 对吧 有人放到 GitHub 肯定是首选 也有人会放到GitLab 上 但是毕竟GitLab 上 感觉那个整个操作体验 还是不如GitHub 的 我们这有集合的同学 还有选择整个版本控制系统 之前有些大厂其实还是在用SVN 但是现在也流行Git 其实整个转换 还需要有一个切换 如果你在大厂之前用SVN 你切到GitHub 还是需要一定的成本和适应的 你的域名 你的这个项目的网站 比如你的文档 你的整个release的生命周期 怎么去发版等等这一套 我觉得都需要这个基础设施 或者是有时候其实这些东西 可能不是一个团队在支撑 需要运营 自己先扛下来 把这一块先搞定 启动一个开完项目 最核心的我感觉还是代码 就是你这个产品对外形成的 独特的差异化价值 还是靠代码来体现的 代码的质量 当然还有一些外在野东西 让整个项目看上去更加直观 更加对后续的贡献者更加友好一些 比如commit message 怎么可能我们过往写commit message 公司内部 fix 八个fix how to fix 直接就提交了 但是回头一看 自己当时为什么这么做 写的是什么 解决是哪个问题 自己都可能不知道 我只是说把这个东西提上去 跑一遍测试没问题 交给客户 发版OK了 客户不会看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公共的开源项目 大家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的 应该告诉大家 怎么去想好一个好的message 这有相关的hook或者是模板 都是可以去采用的 还有代码的清理 我感觉这个工作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 需要技术负责人 好好的大家坐下来 条条框框的列清楚 我要怎么改 比如说你目录的整理 之前大家可能每个人 大家在协作作为内部项目 目录都很多 没有放在一块合并同类像 怎么把它没用的把它给删掉 包括你过往的这个 废弃的代码模块 包括依赖 我们刚才像说的 为了合规你要列清楚 没有的东西包括一些注释 之前就方言对吧 用的中文写的对吧 为了修复什么东西 不要改动 很多东西都需要把它 如果你想做成一个很好的 国际化的项目 这些都需要注意 包括你的代码的规范 这块可能 我的感觉就是说 你不能硬生生地 把其他社区的代码的规范 加上你这儿 本身你的项目 原有的上游社区的规范 可以继承的要继承 包括内部的公司的生产 这个代码方面的规范 能继承的要继承 不合适的我们要改掉 如果你来一个很天翻地覆的改变 对大部分来说 它是一个 就是短时间还是一个很 无法接受的一个东西 而且呢 很多东西也是说 由内部的这些团队的工程师 来去做的话 内外两套不同的机制 它也会感到很困惑 对吧 有时候就写串了 这些东西 包括GitHub的基础的用户名 油箱的设置 对吧 有时候就是乱用乱着来 对吧 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它其实浑然不知 很多细节的问题 对 接下来就是说 这些东西 很多动作来 一项一项地做 我们做这个项目 应该用了将近半年 将近一年的时间 才把很多东西搞得像点样子 比如说里面 我们还是借助一些合适的工具 当然我们还需要把这些工具用好 像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比如说在你的整个项目 正式起量 用户规模变很大之前 你都可以用这些免费的社区资源 来构建你整个项目的一个基础设施 这个WebSat方面 对吧 等等这一些 可能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有些是免费的 大部分是说 能够 他们也是SaaS服务 提供一到两个免费的名额 能够让你把整个东西给赚起来 OK 那我觉得在整个从内部项目 做成一个公共的开源项目 最关键的 刚才说的是代码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人的因素 人的这个思维心态方式的一种转变 是这个项目 就是说从内部 孵化到这个外部项目的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核心吧 首先比如说这个open man 有时候那个工程师之间 比如说我提了comment 很容易被认为对它 是对它这个技术能力的一种质疑和挑战 对吧 搞到后面同学不敢给你review了 对吧 很容易形成这样的一个冲突 当然说 可能 而且有时候 大家在内部的交流工具上 这个线上交流 或者文字沟通 很容易形成固解 对吧 觉得对方很脾气暴躁 也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 需要和同学们讲清楚 就是我们这个 还是说 根据代码 根据这个事实来进行评论 而不是说对你这个技术能力的一种质疑 对吧 我们需要保持这种开放的心态 别人提的问题 我们先想一想 有没有道理 能不能为我所用 然后呢 open knowledge 我觉得这个是感悟比较深的 很多过往的开源项目呢 大部分的知识都在某些人的脑子里面 没有形成公开的文档的一些东西 对吧 比如说遇到个问题 它一看就会解决了 但是为什么不能把这种能力 让更多的人知道和掌握呢 就需要把这些人 藏在这个 这个人脑里面的这种知识黑盒 给它打破 把这种知识变成公开的文档化的一些东西 使得说大家能够看到文档 每个人都可以有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 然后再就是 这个开放的交付 应该说公共交付 就是之前 比如说面向客服交付 和面向开源交付 我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刚才说过 比如说我修复东西 我直接磨改或者硬改 很粗暴的方式 让它变得可用就可以了 用户那边 报个Bug 是吧 我这边解决问题 客户用着没问题就行了 但是在开源上我们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还是需要 看一看 对吧 不要仓促的上线 想清楚 设计是不是优雅合理 你引入的一些东西是不是OK 才再去做 而摆脱这种 小作坊的这种生产的自卫 再就是开放的沟通 可能我们很多 在这个之前内部 都是内部的这种交流工具 对吧 比如说飞书 或者是企业微信 等等这些东西 那我们的变成开源项目之后 我们的能公开的一些 这个信息和交流 尽量放在公开的渠道 让大家都能可见 要不然很多东西 都说内部的决策 外部虽然说是一个开源项目 你的代码也公开了 但是大家呢 没办法参与到你这个 整个讨论过程中来 你给大家的只是一个可见的 一个开源项目的 一个代码的一个结果性的一个东西 生产的过程 大家不可参与 这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把整个讨论 可以公开的 那就放在公开渠道上去做交流 公开 还有一个open build 就是开放这个构建 其实也是整个过程吧 就是说你这个很多时候啊 这个公司开源的一个项目 大家内部都有团队 都有leader 对吧 靠行政命令去决定 但是你有没有展开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我想大部分很多是没有的 就是说内部做了沟通决定之后 直接推到开源外面上去做实现 整个背景呢 没有交代特别的一个清楚 所以说它也不是一种特别好的事件 最终呢 我觉得还是说 让你的整个开源项目啊 能够像一个公共资产公共物品一样 所以说尽量能公开的 open public的要公开 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OK 那我们怎么 这也是我这个来演讲一个 怎么应用阿巴奇这个位 应用到你的开源项目上 在有阿巴奇位很多了 我觉得这个都是 包括open communication啊 公司决定啊 其实有些可能对单纯的公司 被单一这个团队所控制的这种 项目由于不太合适 比如说公司的决定 阿巴奇讲究这个 大家放在一块讨论 但是对公司来说 我感觉就是说还是 这个有时候偏行政性的决定 比较多一点 但是呢 我们尽量呢 还是在各个方面去对标 这些方式 能够看看怎么很好的 落地到你的整个开源项目中来 OK 那其实每个项目啊 也并不是说一定非得进阿巴奇 或者是进 Lintus Foundation或者CCF 它都是有门槛的 如果你的项目不能进 阿巴奇或者这样的基金会进行复化 我们照样可以应用 这些基金会成熟的经验 来帮助我们提升 整个项目的一个运作水平 比如说阿巴奇这个 这个项目的这个成熟度 考核有很多方面呢 包括代码啊 License啊 这个Release 质量 社区 共识 这个独立性等等这些方向 我的一个做法就是 我们每个月或者一个季度 年来回顾一下 比如把这些项目列出来 我做的还OK的 打一个对抗 做的不OK的 像空着 对吧 然后列一下 每一个就加一分 你算算你多少分 下一次呢 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方面做的怎么样 通过这个简单的一个数字量化的一个方式来看一看 所以说你很容易就能找到你所想要这个你的短板在什么地方 然后呢接下来这就是你要努力的一个目标 OK 那其实在整个从零到一开源或者是复化一个项目的过程中 还有几点重要的感受 这里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个就是要倾听来自用户和开发者的一个声音 让你的这个 之前可能我们很多想法都是单纯从地步这个团队去考虑的 我觉得是这样 但实际上大家的用户和开发者 他的声音他的反馈是什么样的 我们要经常去和大家去聊 最好呢是不要把大家呢当成一个流量 说一人算一个人头 我社区规模大的多少 真的把这些社区成员当作这个和你这个能够支持到你的朋友 这样一个角度去看待 经常我建议是 多和大家就比如说在线上交流也好 定期的去沟通交流 最好呢是定期的线下有这样的聚会的 建立面对面的这种连接吧 然后呢他们的反馈非常重要 其实像我们这个项目推进的时候 原先的那个项目的一些贡献者 他会提出很多建议 对吧都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 我们要让我们的开发工程师 了解到大家的一个反馈 然后推进争取去落地 然后再就是提升用户和开发的体验 感觉这块我是这个体验比较深的 从一个内部这个项目呢 大家可能有那么几个人 比如说他这个举个简单的例子 从构建来说 其实它装什么依赖都跑起来了 对吧但是外部同学呢 搞定一个东西 非常好几天的功夫 就说整个体验 真的要抛弃自己 在内部所积累的那些小技巧 黑科技 你就假装你是一个 纯小白的一个用户 从零开始 来装一装 体验一下 你的功能 对吧 你的整个的这个 这个一圈下来 能不能实现你所想 要求的那种 流畅度 我想 对一个这个 大部分项目来说 这块都是一个需要努力的一个目标 对吧 尤其是比如说文档是不是全不全 很多都是 可能在内部形成了一些知识 还是都放在自己的脑子里面 没有形成公开的文档 内部搞得很流畅 在外部小白 这个用户一用 就很傻眼 很不住 所以说都是需要感应的一些地方 把自己变成小白 最后呢就是说记住你的这个角色 就OK 记住你的角色 就是我们在社区里面 可能在社区你要 你是公司的一个雇员和员工 然后呢 你在社区里面呢 同时呢 比如说做运营的 你是负责运营的一个 这个运营管理者 或者对吧 社区运营经理 但是 怎么去以社区的用户的角度 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然后呢 把收集的这些反馈啊 然后传达给 刚才就说的 这些内部的工程师 而不是说 以这个 纯的内部的员工的身份 这样的角色 我觉得大家还是有时候 去考虑这种角色的互换 怎么去考虑这种东西 OK 那基本上我的演讲啊 也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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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